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开始讲第三节的补血药 那么在这节第三节补血药里呢 首先我们讲一下概述 在概述里第一点 我们先说一下它的定义 也就是说什么叫做补血药 凡是能够补血 治疗血虚症的这样的药物 那么就称为补血药 也就是说它具有补血的这样的功效 治疗血虚症 那么血虚症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唇甲色白啊 面色尾黄啊 头蕴眼花啊等等 这一系列以血虚症为主要病症的这样的药物 我们就把它称为补血药 这是从定义上 那么这一节的补血药 那么它的性能特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 我们要说它的性能特点 那么这一类的药 它大多是肝平或肝温的 肝平 肝温 另外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特点呢 是质地滋润 我们在前头所学的这个五味里头知道 那么肝平就具有补义的这样的作用 那么肝温具有呢 这些药物 它大多 这种补血药 大多呢 归心肝脾经 因为呢 这个心竹血 因为呢 这个心竹血 那么肝呢 这个藏血 脾呢 铜血 主要归呢 这些竹血的这个器官 那么它具有补肝 养心 健脾 也叫一脾 这样的作用 这样的作用 因此能够补养滋生气血 滋生血液 补养和滋生血液 这是 这一节药呢 从它的性能特点上来说 它具有这样的一个补血 滋生血液的作用 有的药呢 还具有滋养肝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是从它的性能特点 第三点 我们讲它的适应范围 那么补血药 当然呢 它具有补血的作用 因此 它适应于各种的血虚症 那么血虚症包括什么呢 心肝血虚 会有这个面色尾黄 呃 唇甲苍白 色淡 玄韵耳鸣 心迹正中 心迹正中 我们看在这里头写着 那么前几个词 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 那么什么叫正中呢 那么心迹和正中是一个内科的一个病症的一个名称 正中是指的呢 心迹比较严重的时候剧烈的跳动 自觉心剧烈的跳动 那么这个呢 有的时候可以称为 可以出现振发性的 也可以呢 出现持续性的 可以在内科中我们把它解释为呢 正中是心迹的比较严重的这种状态 叫正中 那么我们一说心迹都明白心慌 对吧 这种情况 那么在心迹学呢 比如说它叫这个重症的心肋失常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心肌 就好比是这样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病症 这个是心迹和正中的 那么心迹呢 也有过去称经济的 称为经济呢 是因为 比如说外头放炮了 哗一响 哎 心慌一下 哎呦 吓我一跳 这属于经济 而这种心迹呢 不一定是因为什么原因 就自觉的心慌 这种情况叫心迹正中两个名字 这是治疗 由于心肝血虚所致的这样的心迹正中 失眠健忘 这也是气血亏虚的表现 月经眼期 月经这个眼 眼当什么讲呢 叫后期 或者是呢 这个眼期 这种情况 那么由于气血不足了 那么这个可以说这个月经在包工 那么冲刃的气血不足以后呢 无以下 月经血无以下 因此呢 月经的常常延后 延后或者说呢 量特别少 或者颜色色淡 甚至会出现必经 这样的这些 关于这个月经不调的这样的病症 这是气血不足的这个表现 那么从蛇脉上讲 蛇是淡的 脉呢 是这个细的 或者说呢 这个细弱的这样的脉 这是在它适应的这样的病症范围 第四点 我们说一下它的配五 那么从配五上说呢 一般的我们在临床上看到 有血虚的病人 很容易呢 就兼有气虚 因为什么呢 气和血的关系上来看 气为血衰 血为气母 那么如果气旺能够生血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当血虚了以后呢 那么气也虚 因此呢 这时候在临床上 如果肩渐血虚 肩渐气虚的 我们要配五的一些补气的药 比如说像黄芪呀 党参啊 这样一些补气的药 气血双补 第二点呢 配五 如果肩渐有阴虚的 阴虚的 那么血 这个可以这么说呢 阴这个血虚会常常导致阴虚 常常导致阴虚 那么阴血是同源的 血汗也同源 因此在这个血虚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配五这一些呢 这个补阴虚的药 也可以使用一些呢 这个补血兼有补阴的这样的药物 像我们一会儿要讲到的 熟地呀 恶骄呀 它既有补血的作用 又有滋阴的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选用这样的药物 这是第二点配五 那么第三点配五 第三点配五 呃 在这里了 呃 痞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那么当我们补血的同时呢 要配五的一些健脾的药 使得呢 我们所这个补的血呢 能够正常的消化和吸收 所以说呢 帮助脾的运化功能 配五一些像白猪呀 茯苓啊 我有一个呃 老师 他常开这方子 他 我特别注意观察他这个方子 每当他这个 开这个补义药的时候 多多配上白猪啊 茯苓 为了帮助他健脾 帮助他运化 使得这些补义的药呢 能够吸收 所以这样呢 你想我们现在本来 好多吃的就少 那么吃的这个饭 像这种血气血亏虚的人 他本来就不吸收 我们再给他灌大药汤子 一碗一碗的喝 那么他呢 就更加不吸收了 因此呢 这时候我们要配有一些 健脾的运化的 帮助运化的药物 这是在 他在配五上呢 要注意这三点 呃 第五点呢 是使用注意 那么在总论中呢 我们也要讲 所有的这些补血的药 在使用的过程中 大多数是滋密粘质的 你像熟地 粘质性比较强 鹅胶等等 这些药多是滋密粘质的 它容易妨碍人的运化 因此呢 这个当这个失质脾胃的 就是有失邪的 脾胃运化 失常的 失质脾胃的这种情况 我们要慎重的使用 那么呃 如果需要使用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呢 配五一些健脾的消食的药 你像白猪呀 神曲呀 肌内筋呢 一些健脾消食的药物 这样共同的使用 这是在使用上要注意的 那么第六点 跟大家说一强调一下 重点的药 根据大纲的要求 我们这一节 第三节 第二十四章的补义药中的 第三节的补血药 那么需要有五个重点药 需要大家掌握的 也就叫一类药 掌握的 当归 熟地皇 何首乌 白勺和鹅椒 同学们在书上画一下 那么这是一类药 需要掌握的 呃 其他的药呢 像龙眼肉啊 褚石子啊 这样的药物呢 就大家参考 有时间的自己看一下 就可以了 我们第一个药 要讲的是当归 在补血药里 第一位要讲当归 当归呢 是出自山东本草经 那么这是他的出处 呃 别名呢 我们有很多的 对他有很多的名称 比如说吧 这个有山旗和白旗之说 那么山旗和白旗呢 最早记载在尔雅这部书里头 那么将来大家在学习古典的著作的时候 你在尔雅这部书著作里头呢 见到山旗和白旗 那么就指的我们现在的当归 那么在本草纲目里头呢 他记载的是文吴 这两个字记载的是文吴 那么在学习本草纲目的时候 我们找到文吴 我们知道记载的是当归 那么在不同的著作中 有不同的名称 那么根据这个当归的形态呢 也给他称为呢 马尾当归 那么像马尾一样 称为马尾当归 那么根据他的这个产地的不同 又有秦归和宁归的这样的一个称呼 那么秦归也可以写这个秦 为什么写这个秦呢 因为最早啊 当归原产于这个秦州 那么古秦州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的五都和米县这一带 因此呢就有秦归之说 那么当归呢 属这个甘肃省的这个米县一带的最好 因此呢 这一带呢 就有中国当归城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们有的同事的出差到了甘肃 那么到了米县这个地方 那么特意呢 给大家带一包当归回来 就说呢 这是地道药材 是这个米县的当归 是中国当归城带过来的 那么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从他的这个当归的这个产地 那么素有呢 前山当归后山王之称 那么这个当归呢 我们常规的说 比如说我们吃西瓜 羊面的好 对吧 那个吃苹果 那红色的好 那有日光照的好 但是呢 当归呢 阴面的好 所以叫前山当归后山王 那个阴面的当归最好 那么要说呢 这个从他的形态来看呢 头越大的 他认为呢 这个就是越贵 就是现在药材市场上 头越大的越好 这是从他的形态上来看 另外根据他的这个当归的不同的部位 又有不同的名称 比如说有当归 全当归 还有当归尾 当归身 九当归 九当归是根据他的炮制的不同 也有不同的处方用名 这个当归呢 它是这个散型科的这个植物 是他的根部入药 根部入药 那么把它这个 把当归到了秋季这个段时间呢 把它这个采去 把根部采下来 去掉泥以后 把他的根须去掉 然后呢晾干 搁在呢 我们古代呢 都是架在棚子上 底下呢 用那个 那个烟火来熏烤 熏干了 然后切成片 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影片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处方用名的时候呢 那么有这个 现在我们基本上就光写当归 或写全当归 过去呢 这个在用钥匙比较细致的时候呢 写归尾 归尾 归身 那么归尾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归尾它的活血 活血 甚至量大了破血的作用都特别好 有一个方子叫什么 叫做补羊环武汤 补羊环武赤勺雄 归尾通经 左地龙 重用黄旗为主要 血中淤质用桃红 它是治疗这个半身不随的 它是用当归尾来通经落的 因此呢 这归尾呢 通经的作用比较好 而这个归身呢 我们现在记载呢 它补血 养血的作用会更好 那么你要写全当归呢 当然就是想既要用它的补义的作用 又要用它的活血的作用 两个兼而用之 所以是这样的 那么用了这个用酒刨制以后 增加它的活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是从它的来源产地和这个不同的入药部位 它们在作用上的这个区别 这是我们看一下 这是当归的这个根部 当归的这个根入药 全当归 当归尾 当归头 全当归 还有它的植物 散心科的植物 这是当归的植物 我们再看一下 当归呢 把它切成银片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大家看到这个 我拿的这一片 这是当归的影片 也就是说把它烘烤干了以后呢 在嫩润 润好了以后 给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然后呢 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当归影片 它这个影片的特点呢 呈黄白色 呈黄白色 或者是呢 淡黄棕色 皮部呢比较厚 有裂锡 中层有这个 浅棕色的环纹 呃 并有许多呢 棕色的油点 这是当归 它的影片的特点 这是从米线 甘松米线呢 这个拍摄下来的 这个当归 当归在临床上的用途呢 是比较广泛的 有这个十方九规之说 十方九规之说 也就是说呢 我们统计一下 那么各个医院可以做统计 有多少个处方 有机会我们在座同学也可以 比如说特别是搞这个 呃 临床药学的同学 可以呢 留意一下 在整个这个临床上 有多少个处方 那么有多少使用当归 这位药的 那么这位药呢 为什么用途这么广泛呢 就是因为首先说 它是肝心温的 肝能补 心能散能行 有活血的作用 那么温呢 有温通去寒的作用 因此呢 当归这个药 它的功效 补血 调精 活血 止痛 另外呢 它是呢 植润的 植润的 那么具有呢 润肠通便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我们看 在这里我们看 从肝补 心散 温通 植润 那么它又入肝 心 脾 这样的经脉 那么就有补血 活血 调精止痛的这样的功效 这是它的功效 这个 呃 形成这样的一个功效 那么在临床上 能够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 它的补血的作用 我们又管它 它叫做 补血的剩药 治疗各种血虚症 治疗各种各样的血虚症 呃 那么它 为什么说能够治疗血虚症呢 从我们现在药理学呢 来研究这个当归 它含有当归多糖 能够促进呢 血红细胞 这个血红蛋白的生成 还呢 对骨髓抑制的这个造血机能呢 有一个呃 有一个调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呢 现在药理学也证明了 证实了当归这样的一个补血的作用 呃 当归的这个补血作用 首先说能够治疗 我们刚才提到了 比如说能够治疗这个呃 面色的尾黄呀 唇甲的色淡呀 头晕耳鸣啊 心计正中啊 等等这样的心血 气血亏虚的这样的一个 全身气血亏虚的这样的一个病变 那么在临床上呢 我们常常以四五方为基础方 来这个加减来补血 呃四五汤都包括什么呀 龟雄勺地 对 那么包括这四味药 那么配上呢 白勺 熟地 川雄 和当归一气配五 具有这样补一身的气 这个补血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那么呃 无形之血不能速生 有形之气所当急故 在临床上当大失血的人 血虚的病人的时候 不能够很快 我们古代这么认为 不能很快补上 那么这时候呢 应该是气血双补的 那么特别是对于气血两亏的病人 我们采取呢 这样的这个补 双补气血的方法 不仅要补血 也要配五一些补气的药 比如说黄芪 有一个著名的方记 叫当归补血汤 是黄芪和当归 以五比一的比例呢 进行配五 这样呢 补义气血的时候呢 补气生血 是这样的一个治疗原则 这是当归的补义的作用 另外一个呢 当气血两亏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呢 比如说像这个八真汤 气血双补的方子 这个龟雄勺地 申灵猪草 四菌四五合成方 这叫八真汤 也可以用人参养龙汤 在八真汤的基础上 加减使用 这样呢 治疗血虚症 这是第一点呢 使用当归为主要 治疗血虚的各种各样的病症 第二 那么当归既有补血的作用 还有活血的作用 那么对于临床上 对于血虚 血虞的各种的月经病 妇科疾病 我们也可以用 以当归作为主要来使用 因此我们也管它叫做调经的药药 调经的药药 那么这个调经的药药 月经病都包括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当归在这个补血 活血这方面 那么我们用它来 管它叫调经的药药 能够治疗月经病 那么这些月经病包括 第一 我们说月经不调 第二 我们说痛经 必经 崩漏 这都属于月经病的范围 那么这些月经病都可以考虑 用当归的补血 活血的这样作用 进来治疗 月经不调又包括什么呢 气量色质的变化 月经先期月经后期 月经先后不定期 月经量多月经量少 这些都属于月经不调的 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么当月经 这个这样的病症 我们采取补血 那么根据不同的 比如说它因为血虚 造成的这样的不调 比如说月经后期了 月经后期量少色旦 那么这属于气血 亏虚的这种月经不调 我们可以以当归 作为主要来治疗 另外呢 比如说痛经 那么痛经一般的 由于气血亏虚的痛经 都发生在月经以后 出现了这个绵绵作痛 那么如果说在月经前呢 它多血寒血淤等等 很多原因 那么经前的疼痛 比如说刺痛 经前这是血淤造成的 那么这种痛经 我们也可以用 当归的养血 活血止痛的 这样的功效 把它作为主要 当然临床上 还有一些配武 第三呢 臂经 那么什么是臂经呢 那么月经 这个不行 多长时间定为臂经 我们在中医复科的 五板教材中 它把三个月 作为臂经的兵役 那么到了六板和七板 都是六个月 月经不行 才叫臂经 因此我们在临床上 你给 你给这患者诊断为必经 你肯定这时间 得达到六个月 假如说人就两个月 没来月经 你就给人 这应该叫月经后期 那么月经后期 前面还有一个定义 它超过七天不行 才叫月经后期 我说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月经往后挫 往后挫 超过两三天 那叫月经后期吗 不是 这属于正常前向 比如说今天我累了呀 或者说是赶粮了 我可能月经晚来个五六天 这属于这个不属于不属于月经后期 那么超过七天叫月经后期 那么到什么时间就给它定为必经了呢 我们呢中医复科七板教材 把必经定在六个月 我说明白这点 好 那么 但是月经后期量少 会逐渐发展成为必经 因此应该早期的进行治疗 这是必经这个概念 还有崩漏 这个崩漏也属于月经病 也是我们呢 在这里头血须血鱼的各种月经病 那么我们要以这个当归为主要 它是一个调经的药药来治疗这样的病 那么崩漏分为崩珠和漏下 它是指的月经七量色质全部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从月经从这次开始来 一直到下次的一个月经周期 整个月经在不断的滴滴答答 这叫崩 这叫漏 如山之崩如气之漏 山之崩指的是月经量 哗一下特别大 这种是一个危险的病症 唯有崩漏在月经病理呢 应该是一个重症 应该是重症 稍有不注意 可能会出现这个死亡 或者出现危重症病症 因此应该特别的重视 包括这个漏 漏呢 如气之漏 也就是说这整个一个月 滴滴答答没完没了 这种如气之漏 它发展久了 也会形成崩 也会突然多 那么这个崩的时间久了 比如说量特别大 经过治疗也好 经过休息也好 卧床休息也好 它可能会逐渐减少 会形成漏 因此现在我们在临床上 崩漏并撑 那么像这样的疾病呢 我们考虑以当归为主来治疗 那么临床上如果出现了 比如说出现这样的各种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几种月经病 那么出现这样的月经病呢 那么它属于气虚型的 我们在血虚的同时 你要大量的出血 或者没有血可出 肯定是血虚吧 那么在血虚的基础上 又兼有气虚 比如说这人乏力啊 懒言啊 这种兼有气虚的情况 我们在当归的基础上 要配合着人参黄席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党参呢 一些补气的药 那么如果在气虚 这个血虚血鱼的基础上 又兼有气质 兼有气质 我们配上一些行气的 止疼的药 你像香腹啊 圆虎索呀 比如说出现血淤了 那么血淤的情况比较严重 那么月经的颜色暗 有血块 疼痛明显 那么这种血虚血淤的情况 血淤比较偏重的 我们要配上一些 这个活血化淤的药 像桃仁啊 红花啊 鸡血疼啊 穿雄啊 这样的一些活血化淤的药 那么如果是出现了这个血热的情况 出现血热的情况 那么这时候呢 配着一些清热凉血的药 是什么单皮啦 黄芯啦 赤勺啦 这样的一些药物 另外呢 如果感寒了 气血亏虚 有血淤 同时又感寒了 那么寒凝的情况出现 在这时候呢 我们要配一些温精的 通落的 止疼的 这样的一些温精的药 你像爱业呀 恶骄呀 这样一些这个温和的 这样的一些补血药 这是在第二点 那么 当归呢 它是一个呢 调精的一个药药 第三点 第三点 当归呢 刚才我们说了 当归具有补血的作用 有化瘀的作用 它还呢 它是温性的 它能够温通去寒 能够止痛 我们刚才在功效中的 提到这几方面 那么因此第三点呢 我们就说呢 当归它还有止疼 这样的一个作用 治疗各种的疼痛的病症 也就是说 我们那个关键词叫 补血活血 然后散寒止疼 治疗这样的 这个寒宁的 各种各样的疼痛 是血虚血鱼寒宁的 各种疼痛 比如说 血虚血鱼寒宁的 头疼 胸疼 邪痛 腹痛 我们都可以 当归为主来进行治疗 比如说吧 出现头疼了 那么我们把当归呢 配上穿雄啊等药 比如说有一个 著名的方计叫 川雄茶条散 川雄茶条 用精方 心脂 薄荷 甘草 香 偏这个 偏正头疼 西能康 就是这个 风寒头疼 风宫上 偏头西能康 我们先说这个 这是方哥 那么其中就告诉我们 这个血虚血鱼的 这种头疼 那么在当归啊 穿雄等等 这样的一些药物相配合 能够治疗这样的病 比如像胸疼 比如说像邪内疼痛 那么把这个当归啊 和圆弧啊 穿链子呀 呃 这个香腹啊 等这个一些药物呢 这个 药物一块配伍着 能够治疗这样 胸疼啊 血疼的这样病针 比如说腐痛 像腐痛呢 有一个治疗这个 寒宁 血虚 血鱼 寒宁的腐痛的 这样的一个方代表方计呢 叫做这个当归建中汤 小建中汤 大家都知道 小建中汤是呃 在桂枝汤的基础上 备勺药加一糖 那么它是起到一个缓急止疼 治疗腐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把这个当归和桂枝啊 勺药相互配合 相互配合 那么它呢 有一个缓急止痛的这样 肝酸缓急 这样止痛的这样的作用 呃 比如说当归生姜羊肉汤 当归生姜羊 这整个一个药膳 我们现在吃火锅也用的 对吧 比如说搁点当归片 那涮涮羊肉 搁点几个生姜片 那么这样的病症 产后的病多用 产后病 比如产后 它有两大特点 一个是多虚 一个是多瘀 这是产后病的特点 那么当归呢 既能够补血 又能够化瘀 因此呢 还能够温通 因此呢 常常用这样的当归生姜羊肉汤 治疗 它又比较 比较 尤其产后的一些 一些那个 孩子妈妈就给孩子喂奶 那是吧 这时候呢 用一些平和的 这个这样的一些药物 药食两用的 自为事宜 这是治疗这种疼痛 那么还有呢 治疗跌打损伤的 这样的一个疼痛 跌打损伤的疼痛 呃 配上 常常配上一些乳香啊 墨药呀 活血化瘀的 桃仁红花呀 这些活血化瘀的 这样的药物来使用 呃 比如说 还有当归还能够治疗 创扬初起的 这个肿胀的疼痛 那么 它在治疗肿胀的疼痛 呃 需要用它的 活血呀 这个 补血呀 这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个温通的作用 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 药阳初起的时候 那么除了用它的 补血和活血的作用以外 它这时候呢 应该出现 红肿热痛的 这样的一些病症 那么出现这个时候 我们常常要配偶一些 清热解毒药 清热解毒药 比如说 呃 金花啊 莲鞘呀 冬葵子呀 这些清热解毒药 共同起到了治疗这个 呃 红肿热痛 初起的肿胀疼痛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是呃 一种疼痛 那么呢 对于风湿 臂痛 什么叫风湿臂痛啊 风寒湿和 合尔维壁 那么侵犯人体了 那么这时候呢 会出现 脂脉关节的疼痛 这时候呢 我们常常把它呢 呃 配上一些枪活呀 防风啊 黄旗呀 这样的药物 来治疗肢体关节疼痛 既可以内伏 也可以外洗 把这些药 我们第一间 第二间喝了 那剩下的药渣子 药现在挺贵的 怎么样呢 给它煮一些水 然后泡泡脚呀 这个用那个毛巾擦在身上啊 脂脉关节呢 给它有一肢体的关节 有一个疏通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是呃 当归治疗疼痛的特点 第四点呢 当归呢 还能够治疗 疮痒 臃疮痒痒 那么他治疗 臃疮痒痒 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因为当归啊 他有活血 消肿 止痛 这样的功效 前面我们说过 那么又能够呢 补血 既能够活血 消肿 止痛 还能够补血 生机 因此 他是一个外科的 一个常用的药 那么他在治疗 疮痒痒上 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在疮痒 初起的时候 我们常常 刚才讲到了 疮痒 初起 疼痛 红乳 热痛 这时候我们常常 配上清热解毒药 那么第二点呢 在疮痒呢 这个疮痒 这个成农 不溃 已经农成了 但是不溃 那么或者呢 溃后呢 不收口 溃后不脸 这时候属于 气血亏虚的 这样的病症的时候 我们常常呢 和这个人参啊 这个黄旗啊 熟地 一些补义气血的药 一块配着使用 这样呢 补血以生机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在治疗疮痒的时候呢 对于这个 这个拥阻 对于脱阻 这个溃烂 慢阻无边 也就所谓的阴阻 那么常常呢 也用当归 和一些这个 补义的药 一块用 比如说有一个 著名的方记 叫做这个 阳和汤 阳和汤至阴阻透 熟麻草芥 碳露肉 是这样的一个组成 阳和汤 那么制阴阻的 我们现在呢 就相当于慢性骨髓炎 从里头往外流浓流水 慢肿无边 但没有红肿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 这属于阴性疮阳 那么这时候呢 常常呢 当归和这个 什么熟地呀 这个白戒子呀 等等这样的麻黄呀 等等这样的六角胶呀 这就是这个 阳和汤 这样的一个组成 他们配合使用治疗一些阴性疮阳的病 那么因此呢 治疗阴阻疮阳呢 那么甭管是阳性的疮阳 是阴性的疮阳 他都可以使用 这是第四点 第四点 治疗这个臭肿疮阳的 这个当归治疗疼痛的有特点 当归治疗 臭肿疮阳也有他的特点 对吧 那么 呃 我想问问在座的同学 那么 我刚才讲到了 当归治疗疮阳 你能给我复述一遍 就是当归治疗 疮阳 那么他有 什么样的特点 请哪位同学给我回答一下 当归 那么他治疗疮阳的特点是什么 好 这位同学 当归技能补血 又能活血止痛 如果是用于那个 阳症的疮阳初期 我就觉得 可以用当归 因为他能补血止痛 然后再加上轻的解毒药 然后 如果是溃疮层隆或不连 这时候我们配物补气药 促进他收敛 解毒 那个生机 然后如果是 阴性溃疮 创痒 我们此时用那个 当归就能活血止痛 好 请问他能补血 活血止痛 在那里做什么 好 我们刚才这位同学呢 已经呢 把当归治疗的创痒特点呢 我看大家理解的不错 理解了 也就是说 甭管是创痒初期的 还有呢 这个成农不溃的 溃后不收的 或者阴性创痒的 那么当归都可以配物呢 进行治疗 好 这是第四点 当归有治疗 这个拥足创痒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然后我们再说 第五点 第五点呢 当归在临床应用上 他能够补血 能够润肠 能够治疗 产后便秘 有特别适宜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是补虚的 是滋润的 我们向来就强调 他是滋润的 那么这种呢 滋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那么他还有这样的油脂 也就是说呢 对于血虚 既能够补血 同时呢 又治疗血虚所致的 肠造便秘 那么既能够补血 又有如润的这样的作用 治疗肠造便秘 我们前过天 还没讲过几个药 比如说 这个 肉从容 肉从容 也有补义的作用 也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那么我们后头 要讲到的 这个合手污 那么他也有这样的 润肠通便的作用 还有呢 这个当归 那么当归 肉从容 合手 这些都有 另外可以用 马子仁 对吧 增强它润肠通便之性 另外还有一些呢 在临床上配武一些 这个 一些药物 比如说 像五人丸 这都是呢 一些呢 通过这个 有 富含有油脂 能够润肠 这种润肠 血虚的肠造便秘 对于什么样的人 最为适宜呢 比如说 产后的 比如说 这个 大病 酒病的 比如说老年人便秘 他们特别适合 使用这种呢 是这个 既能够补血 又能够润肠通便的 这样的药物 对于什么 川军呢 大黄之类的 这样的药物呢 那么他呢 有俊下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但是呢 对于体系的人呢 往往呢 有不适宜的地方 所以我们第五点呢 就是说 当归 他能够治疗血虚的 肠造便秘 好 那么他 他常用量啊 在临床上 用五到十五克 常用量 有一点使用注意 在这里呢 跟大家强调一下 当归呢 有这么多 又补疫啊 又活血 行血 又止痛啊 有这样治疗 疮痒啊 等等这样的一个 临床上多用的 这样的一个药物 但是他呢 这个 肝温的 有补疫之性 但是呢 他也容易呢 形成这个 肢体爱慰 因此对于 失胜的 中满的 这样的病人 我们要慎重的使用 这是第一个 使用注意的 第二个呢 对于大便 唐蟹的 因为他有 润肠痛便的作用 因此已经唐蟹的 这样的病人呢 我们就记忍 所以 这点呢 使用注意上的 那个 提醒大家 好 最后我们把 刚才我们当归 讲了这么多内容 我们把当归呢 做一个总结 呃 当归呢 它是一个 从功效来说 它是补血 调精 这个活血止痛 润肠痛便 有这样的 三大功效 在临床上分别 治疗血虚病 呃 第二治疗 腹科疾病 特别是一个 调精的药药 第三点呢 治疗血虚 这个血虚的各种疼痛 和风湿壁痛 以及跌打损伤的疼痛 呃 第四点呢 它能够治疗 拥堵疼创痒 对于阳性的 刚才同学说了 阳性的阴性的创痒 它都有治疗作用 第五点呢 它能够治疗血虚的 肠造便秘 这是它的功效和应用 好 另外 那么现在有一些报道 我们大家有的时候 看一下这个网络上 一些报道 那么也有很多的 这个文献记载 说当归呢 还能够配伍着 治疗一些 比如说突发性的耳聋啊 美尼尔综合症啊 和小儿的伪症 还有像这个乳屁 乳屁指的 现在乳腺增生 这样的一个病症 还有带状泡疹 带状泡疹 我们主要呢 用的是这个 现在我们有一个 比较著名的方式 叫龙胆蟹肝汤 它主要属于肝胆失恶 这样的病毒 前两天那个在临床上 见到一个带状泡疹病毒的 这样的一个病人 他现在带状泡疹这个病呢 以前都说 以前所有典型的 带状泡疹病毒啊 都在腰上不对头 后头不对头 长那个黄色的小血 那个黄色的水泡 特别特别疼 那么现在不典型的病毒呢 它的位置呢 未必在腰上 比如说在这个肩部 在颈部 有的人甚至长在脸上 疼痛难忍 晚上睡不了 不能睡觉 越到晚上 夜深人静的时候 越疼在床上打滚 然后有那黄色的水泡 留下来以后 留一下子 那个别处还要长 因此我们一般的 外用一些那个子点 给它涂上以后 防止它感染 那个也可以呢 就是内服 龙卵蟹干汤 这样的一个 一个药物 那么一般的病程呢 在一到 在两周呢 它就能够呢 如果治疗及时的话 病人就会 能够痊愈 但是这个病 如果治疗的不及时 千言不遇的话 它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会出现 很难忍的疼痛 这是一种 另外一个提醒大家 带状泡疹病毒 这个病呢 我们虽然以当归为主要 加龙卵蟹 这样的一 这样的药物 可以治疗 那么有一种呢 就是在65岁以上的老人 如果出现这个病呢 应该这个高度警惕 因为很多的这个 就是看它哪个地方 可能会有癌症的那个发生 就是因为它属于免疫 那个免疫功能 有这个欠缺 这时候才会感染 这样的一个病毒 给它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这是这样的病 像这个搬脱啊 脱发呀 常常把当归啊 熟地啊 核手屋啊 等等药物一块配合着使用 来治疗这样的脱发 等这样的病症 所以这些呢 在文献中都有报道 就是当归这个病症 还有一个这个当归呢 虽然说有十方九归之说 在我们的处方里头 使用率比较高的 那么实际上 它是这个温热的性质呢 也会造成长期的服用 也会造成上火呀 咽喉肿痛啊 这个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因此呢 要注意呢 不要多服 久服 即使是补义的药 也要注意要对症 这是提醒大家的一点 最后我们把刚才的 这个当归的性能测点 做一个总结 因为这个当归呢 是一类的药 那么是要求大家掌握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 用简短的文字 给它概括一下 首先说当归呢 是肝补心形的 是这个温通直润的 那么入肝心体经 具有良好的 补血活血止痛的作用 适合血虚症 善于调经 善于止痛 还能够散寒 临床上可以治疗 这个月经不调 经壁痛经的这样的病症 还可以治疗呢 各种各样的虚寒腐痛啊 风湿壁痛 跌打损伤的疼痛 另外可以治疗疮痒的病症 还有呢 那么它的活血止痛 温经散寒的作用 这些呢 都可以治疗 这些疾病 那么另外 它还能够 因为它是补血又直润 所以还能够润肠通变 这是我们把当归呢 的特点 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 好 我们这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 先休息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